黑寡妇的人走了之后 王德福夫妇看向叶不凡的目光 多少都有了些变化 显然对他的表现有些震惊 小凡 没想到你的身手这么好 王家自从经济练断裂之后 便辞退了所有保镖 这段时间一直处于 被黑寡妇欺压的状态之下 今天算是多多少少出了口恶气 叶不凡谦逊地说道 多少练过几天算不了什么 王德福说道 不管怎么样 以后你也要多加小心黑寡妇 那女人可是毒得很 光明正大不能把你怎么样 私下里不一定干出什么龌龊事来 好红梅对于这些事情显然不关心 看着叶不凡问道 这门轻逝 你怎么看 到底退还是不退 王德福说道 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退的 咱们不能坑人家小凡 好红梅恼怒地叫道 闭嘴 我又没问你 叶不凡拦住了就要发火的王德福 说道 这门轻逝我不退 欧阳兰曾经说过 他那次重病 要不是德福叔寄过来的钱命就没了 所以 王家对他有恩 现在又处于最困难的状态之下 这种情况下 他自然不会落井下石 听到坚持这门婚事 王德福急切地说道 小凡 你不要冲动 好红梅一把将他拉到身后 再次说道 你确定吗 叶不凡点了点头 德福说 好阿姨 我会治好子言姐的伤 同时也会帮王家走出困境 在这之前 我是不会退婚的 这是他自己内心当中的决定 婚肯定是要退的 但不是现在 至少要帮助王家 解决眼前的麻烦才行 他这样说 但眼前的两个人显然不这么想 在他们看来 王家所面临的困境 可不是眼前这个年轻人能够解决的 王德福脸上露出一抹感激的神色 小凡 其实你真的没必要这样 叶不凡说道 德福说 这算不了什么的 好阿姨说得对 做人要讲良心 这个时候 我帮您做点事也是应该的 王德福再次叹了口气 却没再说什么 好红梅神情一松 却也没有露出太多高兴的神情 他现在的心情特别矛盾 一方面不希望这个时候 叶不凡退婚 王家现在落魄了 女儿又彻底 被毁了容貌 除了眼前这个年轻人之外 恐怕这辈子都嫁不出去 而另一方面 他又无法摆脱多少年来留下来的骄傲 心里习惯了高高在上 打心底看不起叶不凡这种普通人 潜意识当中 觉得这个年轻人 根本就配不上自己的女儿 之前都是他一直喊着要退婚 只不过被王德福拦着 要不是这次王子言被毁容 要不是王家举步为奸 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改变态度 叶不凡说道 德福说 子言姐现在在哪呢 我想看看他的病情 王德福这才想起 刚刚叶不凡所说的 要给王子言治伤 诧异地说道 小凡 你会治病吗 叶不凡点头 我学的是中医 医术还可以 中医啊 那可不行 没等王德福说话 好红没抢先说道 虽然这次烧伤得特别严重 脸上的皮肤 已经彻底都毁了 连医院的专家都没有办法 你肯定也不行 他原本对中医就不太相信 再加上叶不凡的年龄太轻了 所以根本不相信 这个年轻人能治好自己的女儿 叶不凡说道 我的医术真的还可以 要不让我试一下 还没等他说完 好红没变粗暴地打断说道 这种是有乱世的吗 医生都说了 子言他是深度烧伤 现在虽然毁容了 但还能保住性命 如果乱吃搞不好 把小命都会丢掉 王德福觉得自己老婆的态度太生硬了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然后对叶不凡说道 小凡 你的心情得服输理解 但子言这次伤得确实特别重 普通的治疗方式不管用 还是交给医院的专家吧 叶不凡皱了皱眉 要想帮助王家走出困境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治好王子言的伤 不然自己无法退婚 会一直拖在江北市 要想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改变两个人的看法 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医术 他对王德福说道 德福叔 你这几天是不是腰疼 左腿也有些酸痛 王德福有些惊恶地说道 是啊 这都是当年在江南市 掉进河里留下的老伤 这些年来一直也没有痊愈 你是怎么知道的 叶不凡说道 我学的是中医 中医讲究的是望闻问切 自然是看出来的 右扭头 看向好红梅 好阿姨 你这几天胃不舒服吧 您之前应该结实减肥 伤了脾胃 再加上最近心情不顺 导致胃气不输 经常胀气打嗝 偶尔还有刺痛感 好红梅一脸的惊恶 对方说的实在是太准了 跟他这几天的症状一模一样 要不是叶不凡第一次上门 他真怀疑是王德福告诉对方的 虽然有些震惊 但他还是说道 你说的没错 但看病跟治病还是两回事 治病我也可以的 现在我就能把你们的病治好 叶不凡想要证明自己的医术 也只能从两个人身上开始 他对王德福说道 德福叔 我先给您治疗一下 哦 可以 王德福脸上闪过一抹喜色 无论如何 叶不凡有本事 他是由衷的高兴 他按照要求 趴在旁边的沙发上 叶不凡取出飞鹤神针 开始行针治病 王德福的腰腿疼 只是当年落水之后 留下了寒气 并不是什么太难的疑难杂症 飞鹤神针刺入之后 在混沌真气的催动之下 鲜鹤的翅膀微微抖动 细不可查的寒气 从鹤嘴当中喷射出来 五分钟后将金针收回 说道 德福叔 你的病已经好了 看看怎么样 这么快吗 王德福疑惑地站了起来 以往他也进行过针灸 并没有太好的效果 而且 时间要比这个长得多 大约都在半个小时左右 相比之下 叶不凡针灸的速度 简直跟开玩笑差不太多 这也太快了一些 可当站起来后 顿时神色一变 以往酸疼不已的后腰 此刻舒适无比 包括左腿膝盖的刺痛 也都消失不见 他难以置信地活动 活动了腰肢 又在地上原地跳了几下 腰和膝盖 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身体舒适无比 状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 小凡 你的医术实在是太神了 赶快给你阿姨也治一下 此刻他已经彻底相信了 毕竟事实就在眼前摆着 以往看过很多老中医 但没有一个医术 能赶得上叶不凡的 好红梅一脸的疑惑 毕竟这表现得太离奇了 在他看来 这可能是王德福 再给叶不凡捧场 故意说 自己的病已经好了 虽然心中不太相信 但好红梅也没有拒绝 半信半疑地坐在椅子上 让叶不凡在自己的胸腹部行针 叶不凡将银针一根 接一根地刺入穴位 并对于他来说更是小问题 几分钟之后 将银针取出 好红梅感受了一下 之前的瘴气没有了 也不再打嗝了 整个胸口都透着无比的畅快 他惊讶地说道 你 你真的会医术 叶不凡说道 是的阿姨 我有信心 能够治好子燕姐的伤 就让我试一下吧 王德福说道 我觉得小凡能行 要不就让他给子燕看一下 可是 好红梅还是有些下不了决心 没有什么可视的 难道你愿意看到 女儿一直这个样子 王德福说道 我们现在看了 无数的外科专家和烧伤专家 他们都束手无策 小凡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就让他试一下吧 结果也坏不到哪去 那好吧 好红梅最终也下了决心 对叶不凡说道 我们现在带你去看看小颜 如果不行的话 千万不要强来 放心吧阿姨 我心中有数的 叶不凡有着十足的信心 他需要的 就是一次出手的机会 王德福说道 那好 我们现在就去医院吧 江北市中心医院 半个小时后 他们出现在医院门前 这里的烧烫伤科室 整个江北市最好的 王子言受伤之后 一直在这里治疗 王德福将车停好之后 三个人一起向医院门口走去 刚到门前 从里面走出一个年轻人 身后还跟着四个黑西服保镖 这个人大约三十左右岁的年纪 戴着一副近视眼镜 看起来丝丝闻闻 脸上却透着发自骨子里的傲气 走路的时候 鼻孔朝天 一副谁都不看在眼里的神情 他是江北市言家的嫡系三代 大少爷言学明 叶不凡不认识这个人 所以看到之后没什么反应 好红梅却是一脸的喜色 快步迎了上去 薛蜜 你怎么在这里 是不是来看小言呢 他之所以有此疑问 因为之前王子言 确实是明镇江北市的大美女 追求者众多 严学明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 对方是 严家的大少爷 背景深厚 是好红梅最看重的候选人之一 如果不是王德福一直不同意 或许他已经着手撮合 两个人了 只可惜王子言被毁容之后 消息传开 所有追求者都销声匿迹了 严学明也是不见了踪影 今天却在这里看到他 以为是来看自己女儿的 严学明抬头 看了看好红梅 脸上闪过一抹戏血 你这人是怎么想的 是不是没睡醒啊 你女儿现在是什么样子 你自己不知道吗 那么一个丑八怪 我怎么可能来看她 上流社会都知道 王家现在是个什么局面 是一座随时都能倒塌的大厦 所以严学明 丝毫没把好红梅放在眼里 这 好红梅脸上闪过一抹尴尬 是他太急切了 从内心当中 这女人并不满足于 叶不凡这种普通人 做自己的女婿 以为眼前的大少爷 会念之前的旧情 毕竟之前可是 天天给王子言送花的 他善善地说道 那你这是来做什么 我来做什么 跟你有关系吗 医院是你们家开的 严学明依旧是毫不客气地挖苦 实话跟你说 我有个小宝贝怀孕了 今天带她到医院来打胎 我有的事前 最不缺的就是女人 这 好红梅背对的面红耳赤 却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哒哒哒 高跟鞋声响起 一个衣着妖艳的女人 从医院里面跑了出来 上前挽住了严学明的胳膊 看着眼前的好红梅 几个人问道 亲爱的 这是谁 没什么 一个自作多情的老女人罢了 严学明说完 带着那女人 上了旁边的劳斯莱斯 一溜烟地离开了医院 混蛋 什么东西 忘了之前是怎么 追在我女儿屁股后面的 好红梅对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狠狠地催了一口 王德福满脸怒气地说道 行了 还不够丢人吗 显然 他对妻子的行为极不满意 既然已经认了 叶不凡这门轻事 就不应该再跟这些富家大少 有什么牵连 只不过大庭广众之下 还当着叶不凡的面 他一直都忍着心中的火气 没有发作出来 我怎么就丢人 啊 说句话还不行吗 好红梅冷哼一声 然后迈步向着医院里面走去 小凡 我们走吧 王德福对叶不凡歉意地笑了笑 两个人一起跟在后面 烧烫商特护病房 王子言躺在病床上 整个头部都被胶部包裹得严严实实 唯一露出来的两只眼睛 正空洞地看着天花板 曾经他是江北市的天之娇女 福康药业的总裁 每天追在身边坐田 狗的男人跟苍蝇一样 敢都敢不走 就算后期王家没落了 凭着美貌 依旧有无数的富家少爷过来追求 并承诺帮助王家重振产业 但现在彻底完了 他清晰地记得 那一瓶硫酸浇在脸上的场景 记得医生 看到自己受伤的面孔时的震惊 记得父母见到自己时的绝望 虽然还没有照过镜子 但他也能猜出 自己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恐怕比鬼还要难看 容貌毁了 那自己这一辈子也就完了 几次都有过自杀的念头 却又没有自杀的勇气 这时房门一开 叶不凡三个人 从外面走了进来 好红梅来到床头 拉着女儿的手关切地说道 小妍 感觉怎么样 好些了没有 王子妍闭上了双眼 没有说话 此刻她不想看到任何人 包括自己的父母 小妍 你别伤心 爸爸带了医生来给你看病 王德福知道 现在是女儿最伤心的时候 怕刺激到她 所以暂时没有 说出叶不凡的身份 王子妍依旧没有说话 这些天见了太多的医生专家 每个人看到她的伤情之后 都表示无能为力 这让她慢慢陷入了绝望 王德福回头说道 小妍 你给妍妍看一下 刚刚见识了叶不凡的神奇医术 她还是抱有一线希望的 叶不凡已经将王子妍的伤情 看得清清楚楚 整个面部严重被硫酸烧伤 有几个严重的部位 甚至露出了骨头 如此严重的伤情 正常来讲 毁容是必然结果 如果不是遇到自己 恐怕这辈子 她都要人不忍鬼不鬼地活下去 甚至就算是她 在获得七夜末连之前 都无能为力 但现在不一样了 她有脱胎换骨丹 可以重铸毁掉的皮肤 和肌肉组织 虽然已经掌握了情况 但为了让王德福夫妇安心 叶不凡还是走到床头 先给王子妍仔细地把了把脉 然后又查看了一下伤情 最后说道 德福说 你放心 子妍姐的事 我一定能治好 听到有人说能治好自己的伤势 王子妍瞬间睁开了双眼 看到眼前这张 比自己还要年轻的面孔之后 眼神中又闪过一抹绝望 重新闭了回去 郝红梅有些不太放心地说道 你真的确定吗 我有实诚把握 为了能让对方更放心 叶不凡又说道 曾经有位高人 传我一个专门治疗烧烫伤的方子 在这方面有奇效 一定能治好子妍姐 让她的容貌恢复如初 她知道自己看起来太年轻了 只有借助高人的名头 才能增强王德福夫妇的信心 果然 她说完之后 两个人心中安稳了许多 王德福急切地说道 小凡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马上 等我做一些准备就可以 叶不凡说完 开始着手做准备工作 先是取出几味药材 加入清水里面 做成清洗伤势的药液 对于这种烧烫伤 治疗之前必须清除火毒才行 随后 她又取出一颗脱胎换骨丹 盐成粉末之后 加入其他几种药材 调配成一碗药泥 做好这一切 她说道 德福叔 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不过我治疗的时候 不要让别人打扰我 王德福连连点头说道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门看好的 说完她带着好红眉 两个人守在门口 回头看着叶不凡给女儿治伤 神情中 还是透着一抹紧张 不要害怕 我一定会给你治好的 叶不凡在王子言的耳边 低声说了一句 然后取出银针 快速刺入几处穴道 这些银针的作用 是让她陷入沉睡 防止等下影响自己的治疗 王子言之前 虽然不抱什么希望 但还是有一些紧张 随着银针的刺入 紧张消失 彻底陷入了沉睡 接下来 叶不凡开始拆除 包裹头部的纱布 虽然之前有些精神准备 但看到王子言那张面孔时 还是吓了一跳 别讲这次烧伤 实在是太严重了 一张面孔高低不平 脸上的皮 敷也跟烧焦的碳灰一样 看起来争鸣可怖 丑陋到了极点 王德福跟好红眉在旁边 看到自己原本如花似玉的女儿 变成这个样子 不禁心疼的药命 泪水连连 叶不凡没有想太多 开始用配置好的药液 清洗脸部的伤口 将火毒彻底清除 而就在这时 门口响起一阵脚步声 一个青年男人 带着一个50左右岁的 中年人走了过来 听到身后有动静 王德福夫妇回头看去 这个青年人他们认识 是江北市史家的大少爷 史天赐 江北市一共有四大石家 王家 史家 严家 商家 当然了 排名第一的王家 跟他们这个王家 没有什么关系 只不过姓氏相同罢了 眼前的史天赐 便是世家的三代嫡系核心 同时也是之前 王子言的追求者之一 王德福没有说话 他对这些王子言的追求者 没有任何好脸色 郝红梅说道 史大少 你来干什么 我过来看看子言的伤势 相比于严学明的嚣张跋扈 史天赐要收敛许多 他说道 王老板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 是我从帝都请来的 烧伤专家贾有才医生 想让他给王子言 确定一下伤势 还有没有救 假医生是全华夏的烧烫商专家 甚至在世界上 都有一席之地 如果医生说 子言的伤势没救 那就彻底没救了 史大少有心了 郝红梅说道 能不能稍等一下 我们刚刚请了一个医生 正在给我女儿治伤 正在治伤吗 这种严重的烧烫伤 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知道 史天赐这样说着 目光绕过郝红梅 向房间里面看去 刚好看到王子言 那张魔鬼一般的面孔 他不由吓了一跳 接连向后退了两步 一脸惊恐地说道 这个怪物是谁 听到自己的女儿 被人叫成丑八怪 郝红梅脸上闪过一抹怒意 但随后又挤出一丝笑容说道 这就是子言啊 受伤之后成了这个样子 等一下还要麻烦专家给看一下 我女儿还有没有救 不用看了 站在史天赐身边的甲友才说道 我已经看到了 这么严重的受伤 就算是神仙都没有办法 郝红梅还是不死心地说道 甲医生 您是专家 您看我女儿这种伤势恢复了之后 可不可以做直皮手术 听说国外 有个非常知名的大革新 他就是做的直皮手术 那不一样 人家只是皮肤烧伤 你女儿连肌肉组织都受损 骨头都露出来了 这种情况还怎么直皮 不死已经算是万幸 甲友才回头 又对史天赐说道 史先生 我甲某人可以给您做保证 这种伤势 已经没有任何恢复的可能 下半生也只能这样了 那真是可惜了 史天赐摇了摇头 一脸都惋惜 却没有什么伤心的神色 之前虽然追求王子言 看中的就是对方的美貌 现在容貌毁了 对他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价值 见这几个人 胡乱地判了 自己女儿的死刑 王德福不满地说道 你们胡说八道什么 没看到正有医生 给我女儿治病吗 甲友才瞥了一眼叶不凡 一脸不屑地说道 这位先生 不知道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竟然找了这么一个年轻人 医治这么重的伤势 算了 虽然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是作为一名医生 我有情提示你一下 现在这种伤势虽然不致命 但如果医治不好 引起细菌感染 很可能会造成死亡 刚刚已经说过了 这种伤根本就没有治好的可能 赶快让他停下来 不然会闹出人命的 听他这么一说 郝红梅立即紧张起来 德福 要不让他停下吧 王德福冷亨一声说道 我相信小凡 不要听这些人胡说八道 虽然他心中也有一丝紧张 但最终 还是选择了支持叶不凡 他不懂医术 但相信叶不凡 绝对不会骗自己 既然说了能治 带手将他制住 算了 咱们已经提醒过 也是人之意尽 回过头来 他对王德福说道 王老板 治病的事就算了 咱们现在谈比生意怎么样 把你旗下的资产全部卖给我 我给你出价三亿华下币 王德福怒道 你做梦呢是不是 我的资产价值至少在十亿以上 怎么可能三亿就卖给你 王老板 就你这个智商 我真的很好奇 你是怎么把生意做得这么大的 史天次说到这里 还摇了摇头 露出一脸惋惜的神色 你的产业虽然价值十亿以上 但那是之前的事 现在被黑寡妇接连打压 随时都有破产的可能 以前你有个漂亮女儿 随时都可能加入江北市的几大家族 黑寡妇还多少有点忌惮 可现在不一样了 你的女儿已经彻底被毁容 现在就是个丑八怪 不要说豪门大族 就算普通人都不会要她 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黑寡妇还会留守吗 如果再不抓紧审视多事 到时候你连银行的贷款都还不起 现在我给你三个亿华下币 刚好够你还银行贷款的 虽然你之后身无分文了 但至少可以带着那个丑八怪 到街上去讨饭 急不可施 事不再来 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 好好考虑一下 她之前是王子言的追求者 一直对王德福还算客气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王子言已经彻底失去了价值 自然也就不介意落井下石 趁机捞上一笔 王德福却倔强地说道 不用考虑了 我的公司是不会卖给你的 王老板 你还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史天次说道 你这人怎么就不知道悔改呢 这两年 要不是你死咬着 有个什么狗屁我阿清 早就把女儿嫁出去了 只要你们王家 跟江北的四大家族扯上点关系 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王德福怒道 我们王家的事 不用你来操心 就在这时 一个为首的中年医生 带着三四个实习生走了过来 他是这家医院烧烫伤科的主任吴成 同时也是王子言的主治医生 见几个人挡在门前 一个小医生叫道 查房了 把门口让开 而正在这时 原本神情巨傲的吴成一眼看到了贾有才 贾老师 您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 原来贾有才确实是全国知名的烧烫商专家 在吴成进修的时候 曾经给他讲过课 所以才有老师这个称呼 原来是小吴啊 贾有才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说道 我记得 你是这里的烧烫商科主任吧 吴成说道 没错 这里是我负责 贾有才说道 你这医生是怎么做的 随便来的阿猫阿狗 都能在你这里给病人治病 一旦治出什么严重后果 贾老师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看吧 现在就有人在这里治病了 贾有才说着 抬手向房间那一指 以往他走到哪里 都是前呼后拥 四处都是鳄鱼凤城 而王德福却将他拒之门外 这让他极不满意 听他这样说 吴成立即向房间里面看去 此时叶不凡 已经将要尼全部附在了王子岩受伤的患处 眼见着病人头部的纱布被拆掉 还胡了一层黑乎乎的东西在上面 顿时大怒 小子 你是干什么的 谁让你来给病人治病的 如果只出了后果 谁来负责 说着 他一把推开挡在门口的王德福 硬是冲了进去 你要干什么 王德福再次拦在吴成的面前 受伤的是我女儿 出了事 也由我来负责 事到如今 他将责任全部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无知 你负得起责任吗 吴成指着王子岩脸上的药泥说道 你知不知道 这后果有多严重 一旦引起病人感染 是会死人的 到时候 我是主治医生倒霉的是我 贾友才冷嘲热讽地说道 刚刚我就说过 让你赶快制止 可是你不听 现在闹出事情来了吧 吴成再次叫道 小子 赶快把你那些乱码气糟的东西弄掉 不然我现在就报警了 叶不凡懒得理会这几个人 对王德福说道 德福说 直接给子岩姐办出院手续吧 她的伤已经治好了 虽然隔着一层药泥 但她还是将王子岩的恢复情况 看得清清楚楚 事实证明 七叶末连炼制的脱胎换骨丹 对于外伤 也有着极其神奇的效果 此刻王子岩脸上的伤势 已经彻底恢复如初 只差最后那么一点点火候 这 你说的是真的 王德福一脸激动地说道 你这人还真是脑子进水 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难道刚刚的伤势有多严重 你没看到 你以为他是神仙 说话的是假有才 他刚刚已经断定 王子岩的伤势无法治愈 而叶不凡的说法 已经触碰到了他的威严 甚至对王德福说起话来 也是毫不客气 叶不凡皱了皱眉 冷声说道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假有才一脸自得地说道 我是烧烫伤方面的专家 自然要揭发你的骗局 叶不凡不屑地说道 专家 我看是废物还差不多 无成叫道 小子 你怎么跟我老师说话呢 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 把你抓起来 报警抓我 凭什么 叶不凡冷笑道 难道就因为我治好了 你们几个用医治不好的病人 小子 到现在了你还大言不惭 假有才叫道 如果你能把病人治好 我现在就跪地拜你为师 无成跟着教导 就是 如果你能治好病人的伤 以后这主治医师 我也就不做了 作为王子言的主治医生 他自然清楚 病人的伤情有多重 这种情况 根本没有一点点治愈的可能 你们做不做医生 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 更不会收你们 这种废物做徒弟 叶不凡懒得理会这两个人 看火候差不多了 伸手拔下了王子言身上的银针 随后刷的一下 将脸上的药泥扯了下来 啊 看到他的动作 所有人都发出一声惊呼 特别是无成 他非常清楚 王子言脸上的伤有多重 这样粗暴 会将残余的肌肉组织都扯下来 搞不好会闹出人命的 可随后所有人都 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如同中了定身法一般 因为他们看到了 暴露在空气当中的那张脸 那张恢复如初的脸 那张娇艳如花 吹弹欲破的脸 此刻的王子言 不但脸上的伤势进去 而且皮肤看起来 比之前还要完美 如同粉雕玉琢一般 没有半点瑕疵 更看不出一点受过伤的样子 好美啊 真的太美了 使天字难难地说道 他之前就被王子言的美貌而倾倒 没想到受过伤之后 竟然比以前还要漂亮 甚至 他现在都怀疑自己刚刚看到的 那个丑八怪是幻觉 不然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大的变化 王子言觉得自己 睡了一小会之后 浑身上下都舒服多了 他从床上坐了起来 看到眼前的众人都紧盯着自己 立即意识到 自己已经毁容了 尖叫道 妈 我现在是不是特别丑 我是不是彻底毁容了 女儿啊 你终于好了 你真的好了 好红梅立即扑了上去 一把将女儿抱在怀里 激动地说道 子言你脸上的伤已经好了 真的全好了 不可能 我伤得那么重 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好了 王子言完全不敢相信 在他看来 母亲就是在安慰自己 女儿 你真的好了 妈没骗你 好红梅伸手抓过自己的包 由于太过激动 找了几次都没有找到镜子 后来干脆将包里的东西 全部倒了出来 从里面一把抓过镜子 送到王子言的面前 小言 你快看 现在已经跟以前一样了 不 是比以前还要漂亮 王子言鼓起勇气 向镜子里面看了一眼 震惊地发现自己受伤的脸 已经彻底复原 像好红梅说的那样 甚至比以前还要漂亮 妈 我真的好了 我真的好了 她一下子扑到好红梅的怀里 母女两个人抱在一起 激动地大哭起来 这次毁容事件 让他们几乎从地狱里面走了一圈 王德福看得老泪纵横 一把抓过叶不凡的双手 小凡 谢谢你 谢谢你了 她现在心中百感焦急 感激 喜悦 庆幸 都交杂在一起 还好自己坚持相信 眼前这个年轻人 不然自己女儿就真的晚了 史天赐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现在王子言彻底恢复了容貌 又重新成为她追求的对象 燕燕 恭喜你啊 俗话说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以后你一定会有好运气的 王子言从好红梅的怀里抬起头来 泪眼婆娑地点了点头 天赐 谢谢你 刚刚她处于昏睡状态 不知道房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为史天赐一直陪在自己身边 心中充满了感激 在自己最丑陋的时候 还不离不弃 说明对自己确实是真感情 看到眼前的一幕 无成先是震惊 随后就是尴尬 想到自己之前对人家的嘲笑 顿时脸上一阵火辣辣的 恨不得一头钻到床底下去 相比之下 甲友才比他脸皮要厚得多 震惊过后 立即冲上去 抓住叶不凡的衣袖 小伙子 把你治疗烧伤 这个秘方卖给我 多少钱你随便开 作为治疗烧烫伤的专家 他立即意识到了 叶不凡的治疗方法 有多大的经济价值 如果将奈药的秘方拿到手里 那将是无价之宝 不但能让他跻身于 世界烧烫商专家的顶尖位置 还能给他带来无尽的财富 在他看来 眼前这个穿着土气的年轻人 一定不知道 这个方子的价值有多大 不然也不会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在市面上出现 如果落到他的手里 马上就会申请专利 然后大批量的生产 为自己攫取大量的金钱 叶不凡细血地看了他一眼 贾医生是吧 贾有才一脸谄媚地说道 在下贾有才 我看你不是贾有才 而是真废物 对于嘲讽自己的人 叶不凡自然不会有丝毫客气 贾医生 你忘了自己刚刚是怎么说的了 没有 没有 我说话算话 现在就拜小兄弟为师 只要你肯把那个方子卖给我就行 贾有才一脸渴望地看着叶不凡 在他的眼前浮现着无数的钞票 看着他令人作呕的神情 叶不凡顿时厌烦了 摆了摆手对两个人说道 行了 你们都滚吧 小兄弟 别这样啊 贾有才丝毫不在意叶不凡的口气 再次说道 只要你把那个方子写给我 现在我就给你十万块 这可不是个小数字了 好多人一年都赚不来这么多钱 十万块 叶不凡冷笑道 真当我不知道这方子的价值吗 如果想买 拿十一华夏币 我可以考虑卖给你 嗯 贾有才顿时傻眼了 原本以为叶不凡 根本不知道这方子是宝贝 所以才想以最低的价格捡个漏 现在才知道 原来人家清楚无比 这家伙彻底放弃了简陋的希望 满脸帐 红得出了病房 吴承生怕叶不凡找自己的后帐 也紧跟着灰溜溜地跑了出去 岂不知他这种小人物 人家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他们出去后 王德福一把拉过叶不凡的手 对王子言说道 小言啊 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小凡 是他把你的伤治好的 十间次一直在讨好王子言 听到王德福的话之后 抢先说道 这位小医生 谢谢你治好了子言的伤 治疗费算在我身上 而且翻倍付给你 看着这家伙的嘴脸 叶不凡细血地说道 那好啊 治疗费用是一亿华下币 翻倍就是两亿 转账还是微信 支付宝 啊 史天次差点没被对出内伤 虽然他有钱 也能拿出一亿华下币 但绝对不是这么的花法 小子 你讹诈是不是 讹诈吗 我的医术 绝对值那么多钱 而且还要看受伤的是谁 如果是你的话 没有十亿华下币 我是不会出手的 叶不凡冷笑道 想要装逼 也要有那个本钱 没有的话就老实 把自己的嘴巴闭上 刚刚他虽然是在智商 却也将这家伙的话 听得一清二楚 得知王子言 没有治愈的希望 便一脚踢开 之后又对王家落井下石 这种人品 绝对让人厌恶到极点 小子 你知道在跟谁说话吗 史天次眼中 闪过一抹阴狠 作为史家的大少爷 还从来没有人敢 这样跟他说话 你知道在跟谁说话吗 王德福毫不客气地说道 史天次 这位是子言的未婚夫 现在他们已经定下了婚事 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 我们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现在就出去 什么 他是子言的未婚夫 听到这个消息 史天次大感意外 原本王家说有一门娃娃亲 他一直以为是 王德福编造出来的借口 没想到 竟然是真的 同时倍感震惊的 还有王子言 之前听王德福说过这件事 也因为这个理由 让他拒绝了 所有傅家大少的追求 没想到 今天对方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再次认真打量 起眼前这个年轻人 随后眼中闪过一抹失望 普通 实在是太普通了 虽然长得很帅 但那又能怎么样 根本就没有那些 傅家大少的气势 在这之前 王子言也算是 江北市上流社会的 风云人物 出入于高档场所 出没在身边的 都是傅家大少成功人士 正因为这样 多年以来 他给自己 也是这样定位的 虽然现在王家的生意 江河日下 但美貌就是自己的资本 如果是在治疗之前 王德福告诉宣布这个消息 内心当中 不会有任何想法 但现在不一样了 他不再是被毁了容的丑八怪 而是江北市三大美女之一 拥有无数的追求者 眼光自然也就高了起来 此时此刻 他选择性地 遗忘了自己的伤势 怎么治好的 只是认为 眼前这个年轻人 和自己不是一个层次的 根本就配不上自己 与此同时 史天赐叫道 王总 这不公平 他就是一个 再普通不过的小医生 根本就配不上紫言 你给我滚出去 我们王家的事 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 王德福对史天赐的忍耐 已经到了极限 直接将他推出了病房 然后砰的一声关闭房门 自始至终 好红梅在旁边 一直都没有说话 现在王子言 重新恢复了容貌 他也自然而然地认为 叶不凡配不上自己的女儿 按照他的想法 有资格 追求自己女儿的人 至少要家产过亿 而叶不凡显然没有 他甚至有些后悔 刚当在家的时候 只说治病就好了 干嘛非要替退婚不退婚的事 不然的话 现在完全有理由 把这门婚事退掉 王德福回过神来 一脸笑容地说道 小妍 你一定要好好谢谢小凡 要不是他你的伤 根本就治不好 谢谢 叶不凡 退婚了 现在已经治好了王子言 下一步就是帮助福康药业 走出困境 然后再退掉这门婚事 大家都是一家人 没什么谢不谢的 叶不凡说道 德福说 子言姐的病已经治好了 你还能把公司的情况 详细跟我讲一下吗 咱们一起想想办法 好红梅说道 小凡 大家都累了 要不这样 你先回去休息 公司的事 明天咱们再上了 叶不凡从这女人 隐晦的眼神当中 就能看得出来 这是想让自己先回避 然后一家人有私下的话要说 很可能跟自己的亲事有关 那好 德福说 我就先回去了 明天我等您的电话 王德福有些歉意地说道 小凡 你忙了半天 连饭还没吃 你稍等一下 等我办好了出院手续 咱们一起去吃饭 不了德福说 我还有事要做 就不麻烦了 叶不凡说完之后 便离开了病房 他看得出来 在场的众人当中 唯一真心对自己的 就是德福叔 而自己要报答的对象 也只有这么一个人 其他人都是可有可无 好红梅看到叶不凡进了电梯 回首将病房的房门关闭 然后说道 老公 有件事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王德福心情大好 一边给女儿收拾东西 准备出院 一边说道 什么事 你说吧 好红梅说道 两个孩子婚事 我觉得 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 什么意思 王德福放下手里的东西 看向他说道 不是都已经订好了吗 还有什么考虑的 就是我觉得 小凡那孩子 配不上咱们女儿 好红梅脸上 闪过一抹尴尬 但还是坚持说道 要不这门亲事 咱们还是退了吧 胡闹 听到老婆 这时候要闹退婚 她顿时勃然大怒 啪的一巴掌 拍在桌子上 刚刚在家里的说 我说要退婚 你是怎么说的 你说 做人要讲良心 这门亲事不能退 这才过了多大一会儿 你就又闹着要退婚 你当这是游戏吗 想定就定 想退就退 考虑没考虑过 人家小凡的感受 老公 你先别生气 咱们这不是商量吗 好红梅也自知理亏 善善地说道 那个时候 小颜已经被毁容了 那么多专家都说治不好 如果退婚的话 以后肯定再找不到人家 所以我才 所以你才死抓着人不放 现在小凡治好了 我们女儿 你又反悔了 觉得小凡配不上炎烟对不对 王德福愤怒地说道 你这就是忘恩负义 如果没有小凡出手 现在我们的女儿 还只是一个无人问津的丑八怪 现在人家治好了炎烟 你马上就要退婚 不是说 做人要讲良心吗 告诉我 你的良心在哪里 良心 良心能当饭吃吗 好红梅彻底撕破了脸皮 叫道 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也是为了这个家 为了我们女儿 她明显就是个普通人 是个没什么钱的小医生 你觉得 小颜嫁给她能幸福吗 另外还有 咱们家现在已经风雨飘摇 眼见就要破产了 如果小颜能跟大家族的联姻 我们马上就能扭转这种局面 这种情况 叶不凡能帮我们吗 难道医术能治好我们的公司 放屁 钱没了还可以赚 公司倒闭了可以再开 要是良心丢了 那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王德福怒不可遏 愤怒地咆哮道 我爹当年给我起名字的时候 就告诉我 做人要先有德后有福 为人什么都可以丢 就是做人的道德底线不能丢 我告诉你 小凡便炎炎的婚事我做主了 无论如何都不能退 郝红梅说道 你做主 那我们王家的产业怎么办 按照黑寡妇的打压 再过几天 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王德福怒道 没了要饭去 总之婚事不能退 爱要饭你自己去 我跟女儿不去 郝红梅扭头看向 默不作声的王子言 女儿 你说你是什么态度 不 我不知道 王子言的内心是非常矛盾的 觉得父母说的都有道理 一方面叶不凡刚刚救了自己 马上提出退婚 确实有些不太地道 可如果不退婚 又不甘心就这样嫁给一个普通人 王德福说道 行了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以后谁也不许再说退婚的事 说完他气呼呼地出了房间 办出院手续去了 半个小时后 他们一家三口离开了医院 一路上 王子言由于报表的颜值 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 他非常享受这种感觉 喜欢看到路人们惊艳和羡慕的眼光 人流当中 有个穿花衬衫的小混混 看到他先是一愣 随后取出手机 接连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急匆匆地走了 十几分钟后 一座豪华别墅内 那个小混混出现在光头大汉 和黑寡妇面前 黑寡妇原本神态优雅地坐在沙发上 手中还端着一杯红酒 可当小混混说完神色一遍 将手中的酒杯放在旁边的茶桌上 你确定没有看错 王子言已经出院了 千真万确 他脸上的伤不但已经治好了 而且看起来比以前好像还要漂亮 小混混说着 摸出自己的手机 老板 你看我还拍了照片 黑寡妇拿过小混混的手机 接连翻看了上面的几张照片 确定这就是王子言无疑 他放下手中的手机 对旁边的光头大汉说道 狼猪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 手下人彻底给他毁容了吗 光头大汉说道 千真万确 当时用的是最浓的硫酸 彻底毁去了那女人的容貌 看上去就跟鬼一样 而且 后来我也派人去医院打听过 王子言的伤情极其严重 没有治好的可能 没有治好的可能 那现在怎么好了 黑寡妇显然对这个结果极不满意 如果王家凭借王子言的容貌 跟其他几大施加联姻 对他吞并王家的计划 会有极大的影响 光头大汉摸了摸光秃秃的脑袋 一脸不解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啊 黑寡妇恼火地说道 那还不赶快去给我查 必须给我搞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我这就去安排 狼猪说完急匆匆地跑了出去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又反了回来 老板 事情查清楚了 黑寡妇说道 说吧 怎么回事 就是我们见到的那个叫 叶不凡的小子 是他出手治好了王子言 狼猪说着 把医院里的事情讲了一遍 这原本就不是什么保密的事情 很容易就能打探得清清楚楚 听他说完 黑寡妇端起红酒杯 慢慢地喝了一口 悠悠地说道 真没想到他不但伸手好 医术还这么厉害 看来我们小看了这家伙 伸手好又能怎么样 还能厉害得过枪吗 狼猪脸上闪过一抹阴狠的神色 老板 要不要我带几个兄弟 偷偷把他做了 先不要轻举妄动 我们看看情况再说 黑寡妇说道 就算他的伸手好 医术高 也仅仅能做到现在这种程度 这些东西不当钱花 对王家那个破烂局面 于事无补 狼猪有些不甘心地说道 那王子言呢 要不要我安排人 再给他来一次狠的 或者这次直接把他杀了 到时候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都说聪明的脑袋不长毛 你这个脑袋 头发没有一个 却怎么笨得跟猪一样 黑寡妇狠狠地瞪了他眼说道 凡事都有他的规则 咱们跟王家搞商业竞争 就算手段再龌龊 也不会引起官方的注意 可一旦要闹出人命 就麻烦了 倒不是说王家的人动不得 但咱们现在 已经彻底掌控了局势 胜券在握 有必要冒那个危险吗 狼猪赶忙低头道 老板说的对 黑寡妇又说道 你要学会动脑子 有些事情换个角度看 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件事 或许会给我们 带来大笔的钞票 狼猪说道 老板 我这脑子笨 怎么没看到钞票在哪里 黑寡妇又喝了一口红酒 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反而问道 你出来混多久了 狼猪说道 差不多二十年了 那你有没有见过重度烧伤 不到半个小时 就彻底痊愈的 没有 连听都没听过 一般烧伤极难治愈 重度烧伤就更麻烦了 就算治好了 也会留下疤痕 目前来讲 唯一能够彻底治疗的办法 就是直皮 还要分具体情况 黑寡妇看了她一眼 说道 现在还没看出来 钞票在哪里吗 那小子手中 拥有这么神奇的方子 如果拿到我们凯峰药业 那会 赚多少钱 狼猪顿时眼前一亮 这可是无价之宝啊 一旦能够量产 那我们就发财了 老板 那我现在就去把那小子抓过来 不要着急 咱们先礼后兵 黑寡妇脸上闪过一抹得意 先盯着那小子 找个合适的机会 我跟她谈谈 叶不凡离开了医院 想到王雪宁的事情 就是一阵头疼 早上走的时候 还拍着胸口 跟人家信誓旦旦的保证 肯定会把婚事解决掉 结果现在倒好 完全弄乌龙了 根本就没搞清楚 人家是什么身份 定亲的对象又是谁 这件事倒也不能完全怪她 实在是太巧合了 这个社会娃娃亲本就少见 没想到一下子碰到了两个 而且还有这么多的共同之处 让她误以为 王雪宁就是自己的定亲对象 她叹了口气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尽可能地跟对方说清楚 由于婚事的问题 王雪宁这几天心情不太好 下班之后 接连拒绝了几个邀请 急匆匆地回到自己家 刚一进门 便闻到一股诱人的香气 什么东西这么香 她顺着香气来到餐厅 发现餐桌上 已经摆满了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让人看一眼 就忍不住流口水 厨房里面 叶不凡身上扎着围裙 正在紧张地忙碌着 你回来了 稍等一下 还有最后一个菜 马上就好 她说完 将最后一个西红柿 炖牛腩 短到餐桌上 王雪宁看了看满桌子的菜 又看了看叶不凡 这是什么情况 昨天这家伙 还出去跑到半夜 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还给自己做这么多好吃的 让他一时间 有些无法接受 没什么 就是看你上班太辛苦了 慰劳你一下 叶不凡一脸讨好的说道 累不累 赶快坐下休息一会 我给你按摩一下 说完拉着他 在一张椅子上坐下 然后双手在肩膀上 熟练地按摩起来 王雪宁闭着眼睛 享受了一会儿 一脸舒服 惬意的神情 突然说道 无视献殷勤 飞奸急到说吧 你是不是干了什么 对不起我的事 叶不凡说道 没什么 就是看你太辛苦了 王雪宁说道 真的吗 现在不说等一下 可不给你机会了 啊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假扮男友那件事 咱们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不能 什么事都可以商量 唯独这件事不行 王雪宁疼地一下站了起来 回头看着他说道 你早上不是信誓旦旦地说 今天一定给我把事情搞定了 这就是你给我搞定的结果 叶不凡一脸尴尬地说道 不是 这件事里面有误会 跟我之前想的不是一回事 王雪宁说道 我不管那么多 反正咱们之前是有约定的 既然你不能帮我把婚事退掉 那就老老实实地假扮男友 做我的挡箭牌 这不太合适吧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想耍赖是吧 说话不算话 王雪宁碰地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子 直视着他的双眼说道 作为一个大男人 说话就要算话 我是说话算话 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叶不凡说道 你看男人那么多 要不我再帮你找个挡箭牌怎么样 只要你同意 这事情就包在我身上 保证给你找一个 幼帅友好的男朋友 现在王子言的婚事没退掉 如果再假扮王雪宁的男朋友 就有些不太合适了 所以才有了这个想法 不行 你以为我王雪宁是个随便的女人 抓一个男人 就能当成男朋友 就算你相信 人家能相信吗 叶不凡结结巴巴地说道 可是 咱们也刚刚认识两天啊 那不一样 你是救过我的人 而且 咱们两个还一起开过房 英雄救美 以身相许 这种事情到哪里都说得过去 不然的话 你以为我会找你啊 王雪宁冷哼一声说道 你就给我乖乖地把事情办好 不要抱有什么侥幸心理 眼见着推不掉 叶不凡一脸无奈地说道 那好吧 我就先给你当这个挡箭牌 不过 你那个娃娃亲 什么时候过来啊 我爸爸只是说这几天 具体时间不清楚 王雪宁也不再让他按摩 直接拿起碗筷吃了起来 叶不凡追过去坐在他身边 又问道 没有具体时间不行啊 那他要是很长时间 都不来怎么办 一天不来你就给我假扮一天的男朋友 两天不来你就假扮两天 就这么简单 叶不凡随口问道 那要是总也不来了呢 那你就给我假扮一辈子 我 叶不凡一头的黑线 自己到江北市市来退婚的 结果原本的亲事没退掉 又多出一个男朋友的身份 退婚退成这样 也真是没谁了 他舔了舔干巴巴的嘴唇 问道 能把你的身份告诉我吗 跟你定亲的人又是谁啊 要你管 做好你的挡箭牌就行了 王雪宁说完也不再理会他 开始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显然饭菜很对他的口味 无奈之下 叶不凡也只能吃了起来 但只可惜心中有事 没有什么胃口 晚饭过后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 想想还是要将这件事情弄清楚 或许还能找到别的办法 既然王雪宁自己不说 那就只能去问别人 他摸出手机 拨通了司马威的电话 电话接通 那边传来司马威细血的声音 亲爱的 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了 不怕你那个假女朋友吃醋吗 叶不凡说道 嗯 你都知道了 当然知道了 你现在可是宣元阁的寺长老 还是人家的男朋友 自然要对您高度关注 说到这里 司马威换了一副不满的口气说道 你这家伙沾花惹草的能力 还真是强 不是去退婚的吗 怎么婚事没退掉 还惹上这么一个大美女 叶不凡苦着脸说道 我也不想啊 谁让我给他误会了 原本以为他 就是我要退婚的对象吗 你给我打个电话 什么意思啊 告诉我 你又多了一个女人 哪有的事 你都说了 我们之间是假的 司马威冷哼一声 就怕某些人看人家长得漂亮 假戏真做 平时你就爱招惹妹子 况且 人家可是江北市三大美女之一 遇上这种好机会 你会放过 我怎么不信呢 叶不凡问道 你对他的情况很清楚吗 赶快跟我说一下 当然清楚 我可是薛元阁江南部的 负责人怎么可能不知道 江北市的三大美女 司马威说道 真不知道你小子 走了什么样的桃花运 刚到江北市 三大美女两个 都跟你扯上了关系 一个是假男朋友 一个是未婚男友 叶不凡问道 你是说 王子言也是什么三大美女 怎么了 是不是很兴奋 司马威突然酸溜溜地问道 我问你 到底是我漂亮 还是他们两个漂亮 当然是你漂亮 叶不凡回答的斩钉截铁 毫不迟疑 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 他绝对不会犯低级错误的 事实上 三个女人各有特色 论颜值 不分上下 相比之下 王子言多少差了那么一点 不过这次经过脱胎换骨般的改造 基本上也达到了相同的级别 司马威哼了一声说道 这还差不多 算你过关吧 叶不凡说道 快给我讲一下 这个王雪宁到底是怎么回事 折什么急 听我慢慢跟你说 司马威说道 江北市一共有四大市家 分别为王家 市家 严家和商家 这四大市家当中 又以王家的实力最强 王家的家主名叫王玄策 王雪宁就是他的女儿 哦 叶不凡点了点头 怪不得这个女人看起来气质不凡 还极为有钱的样子 原来有这么深厚的背景 想了想他又问道 既然是王家的人 为什么要自己单独住在外面 因为躲避亲事啊 司马威说道 王雪宁虽然是大家小姐 却不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 个人能力极强 又不喜欢被别人管控自己的命运 自从知道家族给他安排了一门娃娃亲之后 便搬出来一个人住 叶不凡问道 对了 他那门亲事到底是谁 处理起来吗不麻烦 看来 你真的是要给人家做挡箭牌了 叶不凡说道 没有办法呀 我已经答应人家了 总不能说话不算话 司马威说道 那你就做好精神准备吧 这件事非常麻烦 对方的来头极大 而且王家也极力赞成这门婚事 你想要退掉 好像不容易 叶不凡问道 说得这么厉害 那对方到底是谁 司马威说道 帝都长孙家你听过没有 没有 我又没去过帝都 叶不凡之前 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 自然不会知道帝都的事情 啊 司马威无奈地说道 这么跟你说吧 长孙家也是帝都的一等世家 跟我们司马家不相上下 叶不凡问道 跟王雪宁定亲的人 是帝都长孙家的 也是 也不是 司马威说道 跟王雪宁有婚姻的人 叫长孙盛 是长孙家的外孙 这是外孙吗 那为什么也姓长孙 这件事就说来话长了 司马威说道 鸿蒙集团你总听过吧 这个我是听过的 电视上经常看到他们的广告 鸿蒙集团享誉华夏 是顶级的大财团 不像帝都的那些世家 只在上流社会流传 叶不凡自然是有所耳闻 司马威说道 鸿蒙集团的创始人 是长孙冬菊 长孙家的大小姐 长孙盛就是他的儿子 当年的长孙冬菊 是明镇帝都的美女家才女 受到无数世家子弟的追捧 可是后来不知怎么 突然未婚先孕 长孙家是帝都首屈一指的大世家 自然不会接受这种丑事发生 家主强迫长孙冬菊 将孩子打掉 结果他一怒之下 离开了长孙家 开创了鸿蒙集团 叶不凡说道 那孩子的父亲是谁 这就不知道了 这件事知情的人 应该没有几个 是官长孙家的颜面 再加上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 根本就无人提起 叶不凡说道 连你们宣元阁都不知道吗 司马威说道 你以为我们宣元阁那么闲 没事去打探 人家私生子的父亲是谁 我就是随便问一下 他是谁的儿子 跟我又没有关系 叶不凡说道 那他们又怎么跟王家 定下娃娃亲的呢 司马威说道 外界传言 当年长孙冬菊 离开长孙家 最困难的时候 王家家主王玄策 给了他们母子很大帮助 后来两家相处的 也极为愉快 长孙冬菊和王玄策 便给两个孩子 定下了娃娃亲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这些年王家的崛起 离不开鸿蒙集团的支持 长孙冬菊 给予了王玄策很多好处 让他一跃成为 江北四大世家之首 叶不凡说道 鸿蒙集团的太子 长孙冬菊 唯一的继承人 这不是挺好的吗 王雪宁为什么要反对 司马威说道 王雪宁这女人性格独立 不喜欢被别人 左右自己的命运和婚事 她能力确实很强 三年前自己离开王家 单打独斗 竟然硬是凭借自己的能力 创建了一家 盛世美颜化妆品公司 现在市值已经达到 一亿华夏比以上 另外还有一点原因 长孙盛这人 在帝都的圈子里 实在没什么好名声 声色全马 好色无比 而且这人狂妄自大 自视极高 却又没有什么真本事 把这两点综合在一起 心高气傲的王雪宁 自然不会同意 但是 王家想的不一样 王家想要崛起 就必须要依靠 鸿蒙集团的帮助 王元策更是个野心极大的人 所以极力促成这门婚事 叶不凡说道 原来是这样 那我知道了 司马威说道 现在双方的家长当中 王玄策不遗余力地 想要搭上鸿蒙集团这条大船 长孙东局 又对王雪宁非常喜欢 长孙盛这个人 更是好色如命 自然不会拒绝 这种事情 你要想破坏的话 难度极大 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叶不凡皱了皱眉 确实有些不太好办 不过还是说道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既然我答应人家了 怎么也要努力一下 第二天早上 王雪宁吃过早饭之后说道 你今天准备去哪 你这个帽牌男友的身份 不知还要持续多久 当然是去找份工作 不然怎么办 你要缺钱的话 可以先跟我说 不然我把答应你的一百万 先付给你 你不怕我拿了钱跑路 你敢 那样就会再加个诈骗的罪名 到时候 你会把牢底做穿 王雪宁露出一副 凶巴巴的神情 不过配上他 果冻般嫩滑的肌肤 和精致的容颜 让人看起来 没有一点凶的感觉 相反极为可爱 而且 这也不是他的真实想法 不知为什么 虽然眼前这个男人 穿着普通 不像是有钱人的样子 却偏偏又有种 让他非常可信的感觉 叶不凡笑了笑说道 那也不行 我有手有脚的 哪能要你的钱 那不成了吃软饭的 再说了 我长得这么帅 吃软饭一百万哪够 至少也要一千万才行 美的你 王雪宁妩媚地瞪了他一眼 然后说道 要不你去 我的公司上班吧 我要给你一个月两万的薪水 叶不凡说道 那不行 同样 还是被你包养的 到时候 容易被你的未婚夫怀疑 还是出去找份工作更稳妥 还是你想的周全 王雪宁笑道 这么快就进入角色了 那当然 我这人向来是干一行爱一行 叶不凡今天是 准备去服康药业上班 麻烦虽然有些多 但一点一点的总能解决 现在要做的 就是帮助服康药业走出困境 然后把王子言的婚事退掉 至于王雪宁这边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慢慢再说 那好吧 用不用我开车送你 不用了 我自己坐公交 叶不凡不想被德夫叔看到自己 跟其他女人在一起 引起没必要的误会 王雪宁走后 他打了一辆车 来到王德夫家的别墅 小凡 你来了 进门后 王德夫热情地把他 让到沙发上落座 小凡 你这几天住在哪里 如果没有合适的地方 可以搬到叔叔家里来住 反正以后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叶不凡说道 谢谢了德夫叔 我现在有合适的地方住 就不麻烦了 你这孩子 跟德夫叔还客气什么 王德夫看叶不凡 确实是越看越喜欢 恨不得立即让这个年轻人 跟自己女儿 把婚事办了 叶不凡说道 德夫说 我今天过来 是想到公司帮下忙 你看我适合干点什么 王德夫说道 你以前有公司经营的经验吗 自己觉得 适合做什么职位 在他的眼中 叶不凡只是想给家里帮些忙 却没有抱太大的指望 毕竟对方医术再好 在公司经营方面 也没有任何作用 叶不凡说道 我什么都能做 最好是快点了解 公司状况的职位 他现在就是想尽快了解 富康药业的情况 然后帮助公司走出困境 王德夫说道 那这样好了 小凡你就去给妍妍做个助理 这样既能快速了解公司 又方便你们在一起合作 叶不凡点了点头 他也觉得这个安排不错 助理这个职位可大可小 方便他做很多事 旁边的卧室里面 好洪梅拉着王子言的手 将两个人的对话 听得清清楚楚 好大的口气 一个医生竟然还说 什么职位都能做 真当自己是金融天才吗 自从昨天因为婚事 跟王德夫争吵之后 好洪梅就越看叶不凡 越不顺眼 他又说道 女儿 我跟你说 绝对不能跟这种人在一起 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王子言有些为难地说道 可是妈 我们之间是有婚约的 而且昨天他又救了我 婚约那个东西 都是你把那个老糊涂定下的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竟然还有相信娃娃亲的 至于他昨天给你治病 咱们到时候多给他些钱就好了 给他个十万八万的 也算对得起他 王子言说道 可是我爸的态度你也看到了 他肯定不会同意的 他虽然有些纠结 但内心当中 还是非常看不起叶不凡 在他看来 自己是江北上流社会的名媛 三大美女之一 叶不凡这种小医生 根本就配不上自己 好洪梅说道 别着急 办法 咱们可以慢慢想 就让他至难而退 让他看到跟你的差距 最好自己能够主动提出退婚 到时候 你爸就说不出什么来了 王子言咬了咬嘴唇说道 那我该怎么做 这简单 妈教你 好洪梅说道 等一下你 带着他到了公司 就安排一个 根本完成不了的工作 等到时候 让他看到自己的能力不行 什么都做不了 就不会狂妄自大地喊着 帮我们家渡过难关了 王子言想了想 点头说道 这个办法好 反正我爸让他 给我做助理的事 说让他做什么都行 助理这个职位 确实很灵活 做什么工作 都可以在职责范围之内 母女两个商量好之后 一起走出了房间 王德福说道 言言啊 我已经跟小凡说好了 今天去公司给你做助理 他以前是做医生的 没接触过公司的业务 你要好好帮帮小凡 毕竟将来公司 都要你们两个来做 我知道了爸 心中已经打定了主意 王子言自然不会反对 带着叶不凡 来到福康药业公司 福康药业的办公大楼 在江北市的市中心 看起来气势辉弘 规模很大 从这点上可以看出 这家公司曾经辉煌过 只不过进门之后 叶不凡感觉 公司内的员工 一个个都是死气沉沉 精神低迷到了极点 看不到任何斗志 随时都等着公司破产一样 这也不奇怪 很长一段时间内 黑寡妇对付康药业 急进打压 同时散布各种各样的谣言 说公司马上就要破产了 再加上销售情况不佳 资金周转困难 员工自然很难乐观 甚至有很多人 已经选择了提前离职 剩下的都是在公司 做了多年的老员工 和无处可去的人 王子言受伤住院的消息 一直被王德福隐瞒 加上这三天时间 有两天是周末 所以他重新出现 并没有在公司内 引起多大的影响 来到总裁办公室 他也没有理会叶不凡 而是打电话 直接将公司的销售主管 姜美竹叫了过来 两个人不但是上下级的关系 同时还是多年的好友和闺蜜 姜美竹来到总裁办公室之后 看到叶不凡微微有些差异 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谁 随后他被王子言 拉着进了办公室的里间 低声问道 小言 你找我来干什么 那个人又是谁 美竹 我之前有个娃娃亲 你听过没有 我听过 不过这东西也没人信 现在都什么社会了 哪还有娃娃亲 我猜就是董事长 不想让你太早结婚 王子言低声说道 这是真的 外面那个人 就是爸爸给我选的未婚夫 啊 这是真的啊 姜美竹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 随后说道 小言那人虽然长得有点小帅 但穿着实在是太普通了 怎么看也不像是有钱人 他根本也配不上你啊 你长得这么漂亮 是江北市三大美女之一 有那么多富家少爷追求你 怎么能选这样一个普通人 小言 你听我的 千万不能同意这门亲事 我也不同意 可是我爸那个人你也知道 实在是太倔了 直接拒绝肯定行不通 要想个别的办法才行 王子言将他和好红梅商量的计划 合盘托出 随后说道 叫你来 就是帮我出个主意 找个 他根本做不了的工作 然后至难而退 从咱们公司滚蛋 江美竹想了想说道 这太简单了 在所有的工作当中 要账是最困难的 咱们公司现在资金周转困难 眼见着就要揭不开锅 我们欠别人的钱 也有欠咱们的 你直接派他出去要账就好 这个办法好 美竹还是你聪明 王子言一脸的兴奋 随后两个人又仔细商量了一下细节 然后回到办公室 叶不凡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嘴角勾了起一抹完美的笑意 虽然两个人说话声音很低 但他却是听得一清二楚 不过他对这些并不在意 来到福康药业 就是帮助得服输解决困难的 虽然王子言的出发点 是想为难自己 但目标并不矛盾 王子言说道 现在公司有一项工作非常困难 别人都做不了 你看能不能试一下 叶不凡淡然说道 没问题 有什么别人做不了的事 尽管说 交给我 见他连是什么工作都没有问 就大包大懒地接了下来 将美竹脸上 闪过一抹讥讽的神色 还别人做不了的工作都交给他 难道公司的其他人都是废物 就你能骂 简直就是个没脑子的家伙 原本心里仅剩的一点同情 也烟消云散 满满的都是厌恶 王子言却是心情大好 如果叶不凡不同意 有老爹做后盾 自己还不好硬推给对方 现在这种结果最好不过 他说道 现在公司最大的困难 就是没有资金 有几家公司 欠了咱们许多钱 许久了都不还 你看能不能去要一下 黑管